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我不知道怎麼 我看起來就是有的意思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空氣靈節 一早為什麼離婚關係 還可以維持這麼好 離婚不是仇人 關係會不好的人 那是潛難的 不好 你兩個講話都由費而來 現在這麼好 我想說他把零件覆給他 來期見他那個 之前 我拜託讓他幫我們 那個來對他 這個其實是 去去去 去會比較 對他的本業會不一樣 有過嗎 還好欸 因為我沒有太高調 雖然我心裡面 也有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 但我就盡量選擇不要緊 因為畢竟在 就是做這個行業 做生意跟拍戲 其實很容易會被放大 我們等一下幫我去忙 幫你 對 這次我要只吃多少 只吃 對快點 那時候一切會這樣 對啦 我那個 今天也有個30萬喔 那怎麼也把他 你是土匪嗎你 欸 他很大氣的好嗎 OK 你喜歡的女朋友嗎 勇敢的說出來 他就說 你指的是哪一個 是北部的還是中部的 我沒有 他沒有老婆 他應該是沒有老婆 但是女朋友對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有還是哪 希望今天狼 真的 帶動他的流量 上面測一下他的流量 媒體好選舉 欸我們不要聊這件事情好不好 欸我有玩這趴就好了 我不知道什麼 我看起來就是有的意思喔 所以怕空氣突然安靜 空氣靈節 你看到我的產品給你有沒有用啊 小燕知道嗎 我知道啊 我還有程序給他呢 對關心他戀情好不好這樣 喔 那你是怎麼知道的 很多人說最早做的東西不想吃 那你自己覺得是怎麼樣 沒有啦就是 畢竟你是希望他好好的滑下去 沒有啦 我真的沒有啦 沒有啦 兩個家要一百歲啊 一個個子要羞涉 一個個子要比一頓 我還是要先道歉 對不起 真的是 熟悉的組合最對味 李燕 前關琳六度搭檔 在新劇一家團員 上也帥氣爸總 和正義護理師 我好像殺氣的時候 我就跟關琳哥合照了一張 我就說 這樣不能再介 我常常說 再也不會跟他搭檔 然後結果馬上又搭在一起了 你也遠 你剛才在聽診的時候 突然想到 有個壁咚的 就這麼丟臉的事情不要講 我拜託你不要講 他在講說 兩個家要一百歲啊 一個更要羞射一個更壁咚 你知道嗎 真的是我還是要先道歉對不起 我讓這個劇組啊 延遲拉低了 然後到年紀往上走 所以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 前兩天棚內那個洪恩哥 就在跟一個女明星 拍那個床戲啊 然後呢 陳冠寧就是旁邊看了 一臉很羨慕這樣子 因為他這十年 他永遠滾床的對象都沒有換過 就是我啊 所以妳說到現在 你就是要經過什麼 就還是會有點擔心 因為一定有駕駛 我還是會啊 我跟他只是同事了 我跟他不是情侶 我們這十年 就是一個同事的關係 你要拍那個文章 你當然還是會有一點覺得 他就是有家庭什麼 又是一個男生 怎麼可能不會尷尬 那一微電視 我們就把蜷子都拿來看了 我還是會有什麼 所以我不想去回家 你會不會尽量 你會不會尽量